第二類題目是graph的Quadractive function,現在是2017年 題目告訴你,oure對比ps加5k伏24加2k在下面的圖圖 就按 leastpk是正幅數 這個樣貌我們未見過,我們懂得將題目變成vertexform 連著x這個係數是1,所以大家現在不太清楚的話 我们要怎么做呢?就抽个 P 出街,抽个 P 出街, X 好了,各 5,因为在二次方里面要抽个 P 出街,就会变成 5 over P 那么二次方怎么办呢?整个都有二次方,再加 Q 好了,就会变成 P 二次, X 加 5 over Q,整个二次,不是 5 over P 不是 5 over Q,而是 5 over P,再加 Q 好了,你会见到 A 就等于 P 二次,就大过 0,所以呢,就 Open Outwork 是, Open Outwork 了现在,那现在读回顶点座标出来,由这里 你会发现,应该是-5 over P,再加 Q 的 那么你的顶点在这个范围里面,看到一个座标,在这个范围里面,那个 X 座标是负数来的 Y 座标都是负数来的,那么 Q 座标出 Q 一定是小过 0 Q 是小过 0 再来看,负数就是负数的分子,over P 要是负数 分子,这个是负数,那么分母要是什么数,整个数字是负数呢? 那么明显了,那 B 一定会大过 0,所以答案是 C 还有 Q 小过 0 之后呢,你一些答案 B 和 D 立刻可以弱了它 那大大提高你答它的机会来啦 那么下面的一题,已经和刚才的样子差不多了,再做 又是啦,如果 X 是数,不是 1 是 A 那又是抽个 A 出售吧 右边有 X 加 1 over A 这个二次怎么办呢?又是二次,二次给它 那又是一个问题,A 现在是二次方,所以就是大过 0 所以一定又是 Open Outward Open Outward 这个答案都拆了它,这个答案都拆了它,没用了 那再看啦,这个顶点呢,现在是负1 over A 和 A 那 A 呢,题目给了你看,是负1 在 0 和 1 之间,就是负数来的啦 那大家看看,负数,over 负数,和这个是负数 那这个负数,over 负数,这个就变成正数,和负数 histor are the first time of follow using the fact of two 然后ull of the x 是正,Y 是负数, overwhelmed, Bailey Vielleicht 哪减аст 那这就是我们买 38 至于买负数,买负数。。。 ะ 所以买负数是负数 或者买负数 Brother 例如一负数是负数,你录数是负数多少 这个是 Y Intercept 那你见到 A 在 0 和 1 之间 那 1 加 A 究竟是正乘负数呢? 是 A 在 0 和 1 之间 所以 1 加 A 一定会是大过 0 大过 0 好了 这个就是大过 0 了 所以答案是多 好了,再做多一题了 下面的题 这题很简单 标目说我这幅图给你看 A 正好 Open Upward Open Upward A 大过 0 A 大过 0 好了,A B 两个答案都错了 好了,顶点在这里 叫做 负 B 0 好了,还有这个顶点在这里的话 在这里的话呢 X 要是负数 Y 要是 0 负 B 要是负数 B 就一定要大过 0 所以 A 大过 0 B 一个 0 是 D 了 好了,再下去了 开始简单些了 之前的 要找些年份 近年就难些了 现在又再看一看题目了 这题目 现在是 Journal Form 的样子 我问你下面哪些是硬的 又是那个问题 Open Upward M 就会大过 0 N 大过 0 又是差了 A 和 B 的答案都错了 接着看回这个 M 这个 M 呢 就是说的 Y 应该在这里 Y 应该在这里 所以呢 就带出一句 N 就是小过 0 N 应该会小过 0 所以答案应该是 C 不是 D 啊 这个应该弄错了 再想一次先 Y Intercept 现在是负数 小过 0 所以 N 应该是负数来的 OK 那先读着这里 下次再来